好了,我們現在就來檢查顧拉多的色違在哪裡 首先第一項要做的就是先輸入這個ID 那我的ID呢 這個程式就叫做 就是可以檢查到根據你的ID 去計算出哪一個徵數就是色違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 比如剛才下面寫了你的ID 表ID和女ID 然後就可以按這個0至3分 然後就可以選擇顧拉多 不過其實沒什麼所謂 這個顧拉多的計算 這裡有一堆 之後呢 之後我們選擇這個色違出力 色違出力 那就沒有啊 不奇怪的 因為徵數太少 通常打多少少這裡 就出現了 這個就是0攻30速的顧拉多 這次的亂數應該會選擇這個 就是說我們是1281 應該是1281 那呢 左下一個就有一個Timer Timer就可以打回1281 這個就可以關掉了 OK 1281 輸入下去吧 1281 是10 是21 對 因為這裡呢 顧拉多如果你想觸發戰鬥 其實是有前面的一個動畫 所以大概需要減10.5秒 需要減10.5秒 即是假設我站在這個位置 先減10 這裡可以開始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 現在走過去 它會有對話 對 其實這裡呢 已經是啞了很多時間 所以要減10.5秒 才叫準確一點 對 那當它走到過來呢 這一下就是入戰鬥 將會決定它是不是適為的 那一下 OK 可以開始了 那首先要做的就是 先重開先 對 先重開先 那我習慣了在這裡 就要按Start和Select 就會出了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呢 就會連同這個 按Start和GameBoar一起按 對 因為呢 去做一個同步 OK 3 2 1 對 對 剛剛說過 它有10.5秒的動畫 那就是說 我看到那個時間是10.5 10.5的時候 其實就要走過去 然後不斷按A 就是這樣 對 大家會看到那個時間已經開始計算了 當它0的時候 其實就會 過到你了 對 那好像遲了 因為我自己肉眼看 還有大家看可能會有延遲 那我自己看應該是遲了 但不要緊 第一隻雖然它不是色違 但我們都要照抓 啊 突然間聖起我沒有位 對了 對了 那這裡有個錯誤的示範 就是 如果你想 抓到色位 其實你身上要有一格位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一格位 你是沒辦法 檢查到這個精靈感的B一格 OK 那我們現在馬上重新來 這裡要 先留一格位 回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新關機 由於這個是掌機 所以我是 要關機再開 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剛才記錄了128 我們差不多是123 按 OK 那我千萬不要忘記 是要記住10.5秒進去的 那當然呢 有時候可能要提早一點 因為呢 如果你太遲 有機會是 耽誤了 好啦 那先看一下這個 古拉多是不是要的 色違 還有這個時間 它是有一個 音效 可以讓你 嘩 喂 我怎麼做不到啊 各位 我真的是第一次了 好啦 那色違姑娘都出來了 就是這麼簡單 OK 我們先看看它的 表 正 正如表所說 128 1 就是出色違的 那個 徵數 那就是現在這一隻 OK 那我也猜不到 立刻抓到的 那正常 正確的程序是怎樣呢 正確的程序 可能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就是 可能你假設 你抓不到 遇不到色違 那怎麼辦呢 可能呢 其實你會遇到 就是大概在 大概在 這裡我 求其他 先 那有些時候 可能大家未必在 128 這一格 可能大家在1279 對 1282 那怎樣 怎樣可以知道你在哪一格呢 就是你要先用這個大師球 先用這個大師球去捕捉 這隻 顧拉多 那就是 為什麼我剛才叫大家留一個位的原因 因為你要 打回一些數字 打回一些能力值 去查這隻 顧拉多 在哪裡 那這裡可以輸入一些血 攻擊 防禦 特攻 特防速度 之後呢 就看回 他究竟是B一格 然後再做 少許的調整 就是可能你看到 噢 按遲了 那你下一次就要按快一點 大概那個亂數的過程就是這樣 這次很抱歉地 我一下子就出來了 所以 我都做不到什麼調整 對